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464集 因为他身体中每一道凝练的天生法则都需要巨大的天地圣形 秦坤造化与蝶种 那些所有被擒拿的黑暗暴交龙 无数的圣脉都被转化成了纯正的本源 补充自身 到达最后 这些天地圣脉都消耗一空了 秦辰就开始感觉到了天地圣气的不足 不好 想要彻底蜕变 我需要的天地圣气起码还要一倍以上 如果到时候没有足够的天地圣气 在突破的一半停下会无比凶险 届时只能强行吞噬圣主圣脉的力量 可圣主圣脉因为我上一次的突破已经消耗了一些 如果再一次吸收 极有可能发生崩溃 到时候我秦坤造化与蝶也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秦辰心思电转 心中既是激动又是遗憾 看样子只能先停下突破了 否则贸然突破反而得不偿失 秦辰目光一闪 将剩下的天地圣脉全都凝练起了自身 但是却不是用来突破 而是用来改造身体细胞神国 打好基础 他的体内时间在飞速地流逝着 不一会儿半个月的时间就过了 不过因为秦辰是在乾坤造化与蝶的时间加速之下 放大了外界 却只是过去了小半天 外面足足过去了半天 他已经是修炼了半个多月 当最后一丝天地圣气被他吸收的时候 他身体中的力量也是被他凝练到了顶天 一丝天圣中西巨头的气息弥漫了出来 但仔细看去就能感知到 秦辰的境界还是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 可惜就差那么一点 如果有一条完整的天圣上品圣脉 就可以彻底突破 一举成为巨头 甚至提升更多 不过现在 我将所有的力量用来改造肉身 等于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了 只需要足够的圣脉 根本不需要太多的准备 就能直接突破 得到进去 秦辰心中可惜 缓缓站了起来 顿时 圣气向外倾泻着 气势猛烈 所有的空间都颤抖起来 臣 你没成功突破 圣脉不够了 这怎么可能 思思这时也睁开了眼睛 他一直替秦辰护法 并没有和秦辰争抢天地圣行 现在看到秦辰停下了修炼 所有的圣脉消耗一空 修为却是没有完全突破 顿时吃了一斤 要知道 秦辰吸收的可不是一条残破的混乱海脉 还有近十条天圣中品的远古圣脉 如此雄浑的资源足够十个甚至几十个天圣 初期巅峰的天胶突破到天圣中期巨头了 可到了秦辰这里 居然是还不高 才突破到了一半 这让思思如何不害人 秦辰体内的力量太雄厚了 每一次突破所需要的资源 都是别的天胶百倍之多 是没突破 只是打了个基础 不过也没什么 如今我身体中 已经凝练出了一些天圣中期的法则力量 实力比起我之前提升了起码数倍 在这试炼之地中 可以更加的如虎天意 秦辰目光一闪 淡淡一笑 这试炼之地宝物众多 特别是远古圣脉 更是数不胜数 不出意外 就能找到一条完整的天圣上品的远古圣脉 一举进击 到时候此次你也可以一起突破 秦辰无比的自信 好了 外界也过去小半天了 我先去看看 话一落下 秦辰身形一晃 就来到了混沌海底之中 再次出现 虽然未能直接突破到天圣中期境界 但是秦辰对自己 却是无比的自信 这一次 他如果再遇到那黑暗暴蛟龙组长 完全可以不受任何的伤势 就将其强势斩上 化为自己的力量 走 秦辰身形一晃 暴掠而起 片刻之后 他就已经回到了黑暗暴蛟龙一族的城池中 只见城池之中 无数的蓝色天地盛气流淌 都是混乱之海地底的一些古老元气 静静流淌着 起码相当于几条天圣中品渊故圣脉的总和 不过 现在这些资源 对秦辰而言依旧是悲水车心 无法让他真正的突破 他需要的是完整的混乱海脉这种天圣上品的缘故圣脉 这黑暗暴蛟龙组长居然不在 而且城池中许多妖兽也都不见了 只剩下一些虾兵蟹将 三脚猫 秦辰目光一闪 就发现黑暗暴蛟龙组长还没有回来 只有少数修为较弱的妖兽留了下来 留守城池 难道那黑暗暴蛟龙组长还在追杀魏思清他们 不管了 既然如此 那就把黑暗暴蛟龙的城池给了啊 这座城池应该是远古用无数材料炼制而成 放在远古不算什么 但拿到外界一定也是一件重宝 秦辰直接催动乾坤造化雨碟 演化补天之术 猛的一息 顿时这一片黑暴蛟龙的老巢中 一座座的古城都废了起来 被凝裂缩小 被乾坤造化雨碟吸收到了自己的天地空间里 然后七宝琉璃塔和紫霄兜律宫 催动无数的天火 用熊熊的真火燃烧 再加上古天之术炼化 就化为了纯净的力量 比一乾坤造化雨 这整座古老的城池都是精锻造的 天才地暴 几乎是数十个呼吸之间 整个黑暗暴蛟龙的老巢全部消失 满目创意 简直是被秦辰彻底的灭绝了 而其中留守的一些妖兽 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也就被一同炼化 成为了乾坤造化雨碟的一步 而在乾坤造化雨碟中 无数圣气凝结成了虚影 演化出了一座座龙的城池 活动 壮大了乾坤造化雨碟的力量 可以走了 几乎是把这个巢穴收刮的金光 连房子城池也都炼化 秦辰这才心满意足 飞升上海面 整个黑暗暴蛟龙巢穴之中 宝贝非常之多 都是一些远古的残兵 天生的中品极品的 有一些 混乱之海海底独有的灵药 更是一大片一大片 不过特别珍贵的 却是没看到 这些秦辰都不在 全部丢入了乾坤造化雨碟中 用七宝琉璃塔 紫霄兜律宫 以及补天之术 裂化成一团莫名的真气 锤炼到达极点之后 用来滋养一切 经过了这么一场战斗 毁灭了黑暗暴蛟龙的巢穴 秦辰的资源 再一次得到了丰富 哦 很好 这里的宝物都是远古天界的宝物 是乾坤造化雨碟最好的补品 等到试炼结束 说不定就能让乾坤造化雨碟 达到一个更加恐怖的境界 秦辰身上的宝物众多 但是乾坤造化雨碟才是他现阶段最恐怖的神器 热和宝物都比不上 一旦乾坤造化雨碟成长起来 隐匿手段空间力量得到了提升 接下来在这试炼之地 热和危险之地的历练 秦辰都可以大展身上 什么都不用畏惧 秦辰一边揣测 一边迅速地往那混乱风暴所在地掠去 如果魏司清他们回去了 一定会去和广汉宫的弟子会合 此刻 海面上 混乱风暴越来越猛烈 黑暗暴交龙大军团 黑压压地围困过 还有别的妖魔 都四周围杀着广汉宫弟子 周武圣等人将他们团团包围 在这人群中 现在不仅有周武圣等人 乌灵等人 魏司清和慕容兵云也都回来了 还有那之前的和魏司清他们 一同联手对抗黑暴暴交龙的势力高手 也都团结在一起 脸上个个露出了惊恐 愚昧 而在对面 就看到黑暴暴交龙组长 带着一群黑暴暴交龙 以及无数的混乱之海的妖兽大军 将他们团团围困 围了个严严实实 组成了一个大大的阵 要将他们困死在这里 卑劣的人类 竟敢偷窃我黑暴暴交龙 一脉的圣脉 今日 你们都要死在这里 除非你们交出之前的人类 归还圣脉 不然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给我杀 黑暴暴交龙组长怒气冲停 暗金色的光芒像是一轮黑暗中的烈日 在咆哮 在沸腾 可恶 张师兄 那秦辰到底躲什么地方去了 说是去斩杀黑暴暴交龙组长 实际上却暗中夺走了混乱海脉 还架化给了我们 让我们背锅 真可恶啊 道政志的脸色 无比的难看 靠拢了周五圣 奈何桥一拳 就灭杀了许多扑上来的妖兽 吸收他们的体内混乱之力 此刻包围住他们的 除了黑暴暴交龙大军之外 还有黑暴暴交龙 召化来的许多混乱之海种族 这些种族显然都是黑暴暴交龙一族的附庸 在气息和修为上 都不如黑暴暴交龙 但是 无数的混乱之海妖兽联合起来 却卷动了滚滚巨浪 形成了一个绝杀的大阵 将他们包围得严严实实 我看这秦晨就不安好心 故意进入黑暴暴交龙一族的老巢 是想引发黑暴暴交龙一脉的愤怒 将无数混乱之海的种族吸引过来 围杀我们 好排出一击 给自己在天工作中 紧急扫清路线 苏正也是脸色难看 对着周五胜恼怒了 他们算是倒了霉了 本来啊 看到这么多黑暴暴交龙 众人都十分的欣赏 有周五胜在 结合广汉府的诸多天骄 足以将这些黑暴暴交龙大军 给一一斩上 成为自己身体中的力量 却是没想到 还没等他们得手呢 震怒的黑暴暴交龙族长 便是带着无数混乱之海 妖族袭来 伴随着妖族的数量越来越多 他们也渐渐地开始吃力下来 甚至 魏司卿也是几次喝止 严厉地询问秦晨的效率 让他们郁闷不已 而那天山府的一些圣子们 也都暴怒不已 不断地询问着 秦晨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道正志心中郁闷不已 本来看到秦晨深入海底 他们还希望秦晨能给他们做挡箭牌 死在混乱之海中 却没想到 却是他们替秦晨在背骨 周师兄 没办法了 如果接下来更多的妖族前来 就算我们也逃不出去了 不如我们想办法撕开一道口子 先冲出去 道正志靠近了周武圣 目光一闪 悄悄传意 现在越来越多的妖族接近 他们继续死拼下去 就算是能逃出去 也要身受重伤 不如想办法杀出一条道路来 眼前这些妖族之中 最强的也就是黑暗暴霄龙族长 其他妖兽虽然强悍 但是根本无法拦住他 以他们几个的实力 未必不能冲杀出去 苏正孙无尽也是看过来 目光火热 这个办法是现在最好的办法了 至于在场其他人的死活 与他们何干 就连徐悦也看过来 等待周武圣的决斗 先不着急 我们天公祖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 周武圣摇了摇头 坚定的 而且我相信秦师弟不是那种人 他一定会出现的 周师兄 你想太多了 那秦臣怎么可能还会回来啊 他既然祸水冬野 恐怕现在早就离得远远的了 邦正志愤怒了 周师兄这种时候还在相信秦臣 简直是迂腐啊 广汉宫中 慕容冰云也郁闷无名 现在所有广汉宫的圣女都对他十分不满 压力完全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那个贱人 无耻之急 比在天舞大陆的时候还要无耻 慕容冰云恨得牙根直痒 轰隆一声 就在他说话的瞬间 在无数的妖兽大军中 一团烈日似的光芒升腾起来 秦臣身体高大 如海上霸主 全身都绽放出了条条的赤色肠虹 他大手一抓 成百上千的妖兽大军就进入了他的身体 身躯一阵 又有上千的妖兽全部炸开 化成了血气 被他吸收 整个黑暗暴蛟龙的大军队伍 顿时缺了一块 出现了混乱 是那个小子 黑暗暴蛟龙组长看到了秦臣顿时怒吼一声 又是激动 又是愤怒 而魏司卿等人也是一阵 不敢相信 秦臣竟然还敢回来 在大军的身处 最靠近秦臣 足足有数十头强大的黑暴蛟龙破空而行 各自喷吐出了一道道的漆黑混乱洪流 斩杀向了秦臣 黑暗暴蛟龙的混乱龙兮 魏司卿叫了起来 果然 这黑暗暴蛟龙之中有杀手剑 混乱龙兮是黑暗暴蛟龙孕育的一口真气 是他们开始 从出生的时候便开始孕育的 一直到死亡 这口龙兮极其强悍 威力相当于这些黑暗暴蛟龙拼死一击 主神斩魔 所向披靡 不过失散之后会陷入虚弱气 这些黑暗暴蛟龙是有多狠秦臣实敌啊 一上来就施展这等搏命手段 周武圣倒下了一口冷气 不由得变色 这混乱龙兮 我若是被遭到暗算 龙兮入体 也难以忍受 起码要受伤很久 其实地危险了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